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松野薄一公布了为前首相安倍晋三举办国葬的费用预算 总额高达16.6亿日元 约合8193万元人民币 这一金额比岸田政府上个月底公布的预算足足多出了14亿日元 实际上近期日本国内反对为安倍举办国葬的声音持续高涨 而吊咽外交的响应者也并没有日本政府预期的那么多 既然如此日本政府为什么还是执意要花费巨资为安倍举办国葬呢 据朝日新闻等日本媒体报道 上个月底日本政府批准的安倍晋三国葬费用预算为2.5亿日元 其中包括会场运营费安保强化费献花费等 按照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薄一6号在记者会发布的消息 本月27号预计将有来自海外的190多个代表团参加国葬 其中需要特别接待的首脑级代表团约有50个左右 此次增播的14亿日元主要包括警备费用约8亿日元 外国政要的招待费约6亿日元 租用自卫队仪仗队车辆的费用约1000万日元 然而近期多家日媒的舆论调查结果都显示 超半数日本民众反对为安倍举办国葬 东京 奇域 横滨 大阪等地都有民众或市民团体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日本政府取消安倍的国葬 由大学教授 律师等人士组成的民间团体 5号还向日本政府提交了约有28万人签名的停职举行国葬请愿书 这次日本政府公布新的国葬费用预算 让日本舆论的不满情绪进一步高涨 日本在野党 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公开表示 在半数以上国民反对的情况下 他不会出席安倍的国葬 此前日本媒体还报道称 日本政府已通知195个邦交国 预计将会有1000人左右的外交团体出席为安倍举行的国葬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此前也表示 很多国家都表达了参加安倍葬礼的愿望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由日本媒体报道称 继美国总统拜登 法国总统马克龙之后 正在考虑访问日本的德国前总理穆克尔 也不会出席国葬 就相关话题马上连线特别评论员蒋峰 江先生您好 面对国内的巨大反对声浪 岸田政府为什么还是要执意花费巨资 为前首相安倍晋三举行国葬呢 分析这个问题应该从日本国内 和国际社会两个角度来看 从国际社会来看 这一次安倍晋三突然遭到枪击身亡 我们看到各国的元首 以及首脑或者是发来验电 或者是前往所在国的大使馆献花 这个让岸田文雄看到了一个机会 也就是他自身可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提高存在感和话语权的机会 这应该是岸田文雄为安倍晋三举办国葬的国际动力之一 另外呢从日本的国内社会来看 岸田文雄啊希望自己能够成为长期政权 甚至提出来未来的三年是自己执政的黄金的三年 但是啊他如果想实现长期执政的目的 那必须获得日本自民党内最大的派法 也就是安倍派的支持 安倍派的国会议员 占日本自民党国会议员的四分之一 因此安抚并且呢争取安倍派的支持 这应该是啊岸田文雄为安倍晋三举行国葬的国内动力之一 面对岸田政府的调研外交 日本的西方盟友们为什么普遍反映冷淡呢 当日本政府要为安倍晋三举行国葬 日本的西方的盟友的反应可以说是相当的冷淡的原因 第一那就是西方盟友发现啊 日本已经有超过半数的民众在反对这场国葬 而且呢这件事情甚至呢 直接影响到岸田文雄内阁的执政的基础 现在西方盟友不敢过分的支持 这样一个违背民意的日本政府 那么第二点就是西方盟友发现啊 安倍遭到枪杀死亡事件的背后是极其复杂的 那就是安倍晋三与新兴宗教 也就是旧统一教会之间的关系 而政教分离是西方所谓的治国原则之一 但是呢统一教会又在西方的许多国家都有它的组织的存在 如果西方哪一位盟友因为来参加安倍的国葬 而引发了呢本国政界与新兴宗教组织关系的这样的曝光 那真的是得不赏失 也就是说安倍晋三遭遇枪击的这个事件的本身 已经从原来所谓的呀 说凶手是对民主的挑战 现在已经发展成为 是日本不遵守政教分离治国原则的恶果 是让西方盟友望而却步的重要的一点